大家晚安 在这个星期的天气状况 整体来说是变化不大的 全台各地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只是东北季风有强有弱 有的时候强有的时候弱 所以造成气温每天会有一到两度 分别不同的温差变化 像是今天也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在银风面的北部跟东部地区 云量比较偏多 同时也感觉比较凉一点点 而到了明天 东北季风还会再增强一点点 所以在北部跟东部地区的气温 会再下滑个一到两度左右 但是整体来说带来的冷空气 并不是非常的强 所以还不到冷的地步 明天一样的北部东部地区 感觉会比较凉一些些 特别是清晨跟晚上 另外东北风的影响之下 银风面的大台北都会地区 基隆北海岸跟东部地区 在明天也会出现一些雨势 特别提醒这些地方的民众 外出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而接下来在下个星期的天气状况 就会跟这个礼拜差异蛮大了 这个星期天气状况算是稳定的 但是到了下个星期 会有一波封面 以及两波冷空气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明天北部东部地区 有机会出现一些雨势 到了礼拜六 会有一波短暂好天气的空档 大家一定要好好地把握 因为很快的礼拜天 新的封面雨势 就会通过全台各地了 而且在南方也会有一些水期 陆陆续续在下个星期 移近台湾来 所以特别提醒您了 特别是中南部地区 已经连续好几天的好天气 但是从礼拜天开始 封面雨势通过之后 不仅是北部跟东部地区会下雨 就连中南部地区也会出现雨势 而且这场雨会从礼拜天 一路的下到礼拜三左右 才会逐渐的缓和提醒下来 连续三四天 有雨的天气状况 生活上面都会造成非常多的不方便 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 最后礼拜五礼拜六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的好天气了 而刚刚提过了 这个会有一波封面雨势影响台湾 而且可以看到 在迎封面的基隆北海岸 东部地区明后两天 会有一些雨是中南部地区好天气 而封面雨势在礼拜天礼拜一影响 全台各地都会下雨 刚刚讲过了会下到礼拜三礼拜四左右 除了下雨之外 还会有冷空气的影响 这个星期来说 虽然有东北风的影响 但是冷空气基本上来说 都是往日本韩国的方向前进 降温的幅度是并不明显的 不过礼拜天封面雨势过后之后 第一波冷空气就会紧接着而来了 所以可以看到礼拜天之后 台北都会地区的气温 会降到只有12度左右 接下来第二波冷空气 会在礼拜四报到 礼拜四之后 大台北都会地区的气温 会降到只有10度 中部以北更有机会出现 10度以下的低温 南台湾大概也只有 13 4度左右的气温而已 所以整体来说下个星期会有两波冷空气的影响 第一波会是在礼拜天的晚上 第二波会是在礼拜四 而且礼拜四这波的冷空气 还会比礼拜天晚上的这波冷空气 还要在墙上许多 甚至有机会到达寒流的等级 预计中部以北都有机会出现 10度以下的低温 所以特别提醒了这两波冷空气 影响下个星期一整个星期的冷空气 恐怕要等到下下个星期一 才会明显的回暖 所以下个星期一整个星期 几乎都是又湿又冷的天气情况 跟这个星期相比来说相差非常的大 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 这样子的天气上面的变化了 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温度的变化 明天大台北都会地区有机会下雨 基本上下雨的地方会是落在 桃园以北 基隆北海岸跟东部地区 而到了明天晚上雨是缓和 礼拜六短暂好天气的空档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不仅是不会下雨 而且气温也蛮温暖的北部地区高温来到20度左右 很快的礼拜天新的风明云气爆到之后 就会一连三四天 至少到礼拜三 北部地区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各地都会下起雨来 而且湿湿冷冷的天气 气温也会从礼拜天的晚上开始往下滑 像溜滑梯一样 到了礼拜二晚上的低温大概就只有12度左右 礼拜四呢新的一波冷空气南下之后 中部以北更有机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 南台湾同样的也是哦 礼拜天早上之前都是好天气 礼拜天晚上呢 风明云气通过之后开始下起雨来 一连下三四天 至少到礼拜三之前 同样的南部地区中部地区也会下雨 而气温呢也会从礼拜一开始往下滑 高温呢 由原本的24度以上降到21度 甚至礼拜四之后呢会再更冷一点点 所以整体来说啊 在下个星期天气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大哦 提醒您要多加的注意了 总而言之呢 在明天东北季风增强了 所以明天在北部更东部地区 气温会稍稍下滑1到2度左右 开始觉得比较凉一点点了 要把握礼拜六最后的好天气 因为下个星期呢会有两波强冷的空气 以及风明云气影响台湾哦 礼拜天晚上开始呢 全台各地就会转成又湿又冷的天气 礼拜四之后会更冷一点点 甚至有机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 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 这样子长时间的低温现象了 不仅仅是要多加注意家中老人 以及小朋友的身体健康 这个农与民朋友们也要多加留意 也很有可能会出现的低温寒害现象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